怎样使用安儿宝恶劣婴儿奶瓶 我们的宝宝才三天大 我们带他去看额科医生 医生问我们 知不知道宝宝的恶有问题 我们说 不知道 他有什么问题 医生告诉我们 他有轻度恶劣 但不是十分严重 宝宝在医院时没有吃奶 那你的护士觉得宝宝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他可能不太喜欢吸母乳 所以 当额科医生把宝宝的情况告诉我们时 我们才对此有所了解 医生还给我们印了一些相关的材料 并告诉我们需要购买给恶劣婴儿的专用奶瓶 回家后 我们就开始着手办理 有些婴儿奶瓶 是人工挤压奶瓶 就是由家长协作 把奶水挤到婴儿的嘴里 每站成牌子的人工挤奶瓶 是一个软瓶子 很容易随着婴儿的吸水和吞烟节奏挤奶 当你用这种瓶子挤奶的时候 你要像麦跳一样 轻轻地挤压和放松 假如用力太大 或者挤不松 婴儿会吸进太多的奶水 或在婴儿需要休息时 被迫吞进奶水 这样会引起婴儿咳嗽 请一定要记住 挤奶时要像麦跳一样 轻轻地挤压和放松 使用这种奶瓶 需要多次反复练习 一旦用了几次以后 你操作起来就容易得多了 把握好挤奶的力度的最佳方法是 把每次喂宝宝的时间长短记录下来 如果喂宝宝的时间超过30分钟 你就要再用力一点挤奶 如果在30分钟范围 宝宝把奶吸完 而且宝宝十分满意 那么一切都十分胜利 虽然这些奶瓶标签是一次性使用 但还是可以把它们洗干净再用 奶瓶奶嘴可用温肥皂水洗 水冲洗后自然晾干 千万不要把奶瓶放在开水里煮 或放到微波炉里热 或放进洗碗机洗 你要经常检查奶嘴 一旦有任何磨损迹象就扔掉 用太旧的奶嘴对婴儿会有危险 如果奶嘴变形变软或成胶状 或有裂缝就马上扔掉换新的 对待您的宝宝 就像对待正常婴儿一样 它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它只是身体上的一个功能 需要调整而已 请放心 一切都会好的 如要订购 请上www.cleftline.org 或者请打电话 180024-CLEFT 或者是180024-25338 打电话 打电话